而俗话都说五穷六绝七翻身 那五月是不是真的会穷啊 一不小心你可能就踏好行情了 也可能追身撒跌 那行情能否去延续四月的强势呢 在全球各种不确定因素的经济环境下 全球股市升跌不一 国劳资金博盈激烈 近来港股领先全球 在国家政策刺激下 北水蓝水资金持续进入港股市场 由中特股板块领先启动 进移到银行保险再到科网股 四月底恒新指数更加是迎来了五连扬 单周的大幅度上升接近了99% 创下了2011年以来最佳表现 完美修复了年初下跌的失地 以在全球长期利率行高的背景下 投资者开始沉迫更为稳定的投资回报 在这个环境之下 股值接近历史低位的香港股票更加会有吸引力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港股的腾讯和回锋的走势 港股市场的价值投资股可能都会迎来最大的机遇 过去股市的波折 让很多投资者力竟莫难 而这个时刻正是我们力保亏损 把握机遇的黄金时刻 222市场的每一次波动都是投资路上的市金石 考验了我们的智慧和人性 如何打响5月的追击战 跟随小金的团队 选好龙头股正确投资自己的教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